第1151集 受伤 大斋神尊看样子受伤十分严重 不过他还是有巨大神通的 把手一挥舞 天地昏暗下来 所有的神皇 神族战士全部都聚拢起来 最后变化成了一个细微不可见的小点 消失不见了 凤凰 凤凰 你怎么样了 玄黄大世界 一处无名的山脚下 滔滔大河流淌而过 在大河中鱼儿游来游去 山清水秀 弥宝大小姐把方寒抓住 一手不停地灌住元气 一连施展了数种疗伤手法 甚至连大疗伤术都施展了出来 但是方寒仍旧是没有一点起色 似乎是被大斋神尊镇灭了所有生机 秘宝大妖姐 我们总算是逃脱了吧 方寒挣扎起来 盘西坐在一块石头上 莫运神通 果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极度糟糕 冬天处处破裂 寿命也损害得厉害 本来数十万年的寿命 现在就剩下了不到数万年 大斋神尊最后一招永生涅槃 严重破坏了他体内的生机 可以说他从来没有受过如此严重的伤害 这次受伤真的是严重啊 本来我想在战斗中突破 瞬间解救弥宝的 卖一个天大的人情 和分宝岩真正结尾联盟 一石二鸟 却没料到大斋神尊如此厉害 我剩计了所有天魔 都落到这样的下场 方寒闭上眼睛内视 心中一片凄凉 这次受伤太重了 不知道几千年才能够恢复过来 就算是荒神之池中 有许多疗伤灵药也没用 逃脱了 这次要不是你 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弥宝一面帮助方寒调理元气 一面凝重地说 一双眼睛盯在方寒脸上 不停地打亮着 没什么 我混进分宝眼里 还做了一次戴小姐的徒弟 这次 就算让徒弟帮师父度过结束吧 方寒脸色显出微笑了 此时此刻 他自然知道要说什么 这次他是失算了 本来想借助大斋神尊的力量 压迫突破戒王境的 却没想到戒王境没突破 却受伤了 好 你还承认我是你师父 弥宝大小姐也是微笑的 自然承认了 我方寒注定要雄霸天地 傲视宇宙 参悟造化 到达永生呢 方寒淡淡笑着 语气中却豪气甘云 果然是一致奸定 就算我九卿太上派制中 也罕见 你是我平生见过的 第一起男子 弥宝大小姐说话之间 开始微笑如水 但是下一刹那 却突然一变 不过 英雄也要实运 所谓是运来天地皆同利 运去英雄不自由 你现在受伤实在太重 身上这么多法宝 我如果突下毒手暗算了你 把你所有的神通 盗气 全部都炼化 我的实力 不知道会提升到什么境界 这一番话 弥宝说的是杀气腾腾 方寒心中猛地吃了一惊 谁也没料到 弥宝会突然变色 不过她的表面却镇定无比 温如泰山 脸上显现出了 更灿烂阳光似的微笑 杀人夺宝 很好 这件事我经常干 所谓是趁你病要你命 这才是修道界的 永恒的法则 如果我身上的法宝 对弥宝大小姐有用处的话 我很乐意你动手 弥宝大小姐突然奄然一笑 方寒 你总是这样镇定 为什么不能被我吓一吓呢 要知道我可是虚仙 度过了仙界雷伐的存在 你不过是天位镜而已 在我的威压下 你居然无动于衷 真是看不明白 你到底有什么底牌 弥宝大小姐 想不想看看 我到底有什么底牌 方寒一面虚伪 一面运功疗伤 吞付了许多疗伤丹药 但是突然之间 她体内的伤势 一下没运转好 再次一口鲜血喷出来 眼前冒出了金星 弥宝一看大惊失色 立刻伸手 把方寒抱在了怀里 再次输入自己的精元 发现方寒的身体 果然开始精血败坏 似乎已经是失控 方寒 糟糕 果然开始失控 大斩神环的势力 极其恐怖 那一招永恒涅槃 破坏了她身体之中的 不朽物质结构 还要怎么才能够解救 莫非 师父所推算的大截 若我在修成虚仙之后 会碰到我生命之中 最重要的一个男人 就是他 师父在我出现的时候 传授裸一门 秘密的双修合体心术 就是要应在方寒身上 一时之间 你保得先也心乱如麻 方寒啊方寒 虽然你修为还低 只有天未尽 但是你的实力 却已经可以抗衡虚仙 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比你一直更为坚定的男人 这次若不是你救我 我很有可能就漏入神族之手 数万年修为 活于一旦 一面条里方寒散乱的元气 帮助她的身体重新凝练 不朽物质 米宝却用手抚摸着方寒的脸蛋 突然语气再变 米宝大妖姐 你要干什么 方寒突然间感到 米宝的行为有一些怪异 声音也有一些暧昧 不由得吃了一惊 竭力运转自己体内的元气 想要站起来 第1152集 大阴阳术 但是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元气已经被封印住了 甚至体内的八部浮屠 黄泉屠 水火 双翅 苍生 大印 无量横杀 都被封印在自己的洞天中 一点也泄露不出来 换句话说 现在方寒就成了一个肉身的普通人 这就是米宝封印的 米宝大妖姐的脸色 突然变得妩媚起来 不要干什么 就是给你疗伤而已 所以暂时封印住你的洞天 免得你洞天之中的一些人 看得而已 给我疗伤 要封印我的洞天 你要做什么 方寒急忙到 挣扎了要站起来 但却被米宝大妖姐给按住了 当然是和你双修 我这里有一门大仙术 叫做太上荣情 溺乱天原道 是我师尊在我突破虚仙出关的时候 传授给我的 说我在以后会遇到第一次大姐 应该会碰到命中注定的男子 如果和这位男子双修 就会在以后 倾出不少结束 米宝大小姐直言不讳 笑语盈盈 和我双修 方寒震惊地呆住了 晴天霹雳一般 你 米宝傲然说道 怎么 我修炼数万年 还没有和男人双修过 一般的男人 哪里能够入我的法眼 唯独你方寒 的确让我动心了 独占大摘神尊 惊天动地 意志坚强 以后 一定是威震诛天的大任务 不过米宝也是虚仙高手 难道配不上你 这 方寒眼神一动 米宝大小姐身份尊贵 我方寒何都何能 能够得到大小姐的错爱 米宝不吃笑 没有什么 我喜欢就是了 而且跟你疗伤 必须要借助我修炼数万年的 纯阴精致 辅助你 调理元气 同时你修炼的大五行术 也对我有不少弊 咱们都是长生秘境的强横人物 彼此看对了眼 双修一次 彼此增强修为 治疗伤痛 也算不了什么 我米宝虽然从未碰过男人 但是修炼数万年 也不是傻的 看得门派之中 双修的道理多了 只是一直没有男人入我乏眼而已 米宝修行数万年 方寒其实也不是少年了 他在黄泉途中 加速时间 也足足修炼了接近两万年 算起来 他也是有两万年寿命的老怪物 这种修饰 心智自然不会像小男孩 小女孩那么幼稚 怎么 你同意了 米宝看见方寒沉音不语 突然伸手一抓 方寒全身都打起了冷战 才发现自己被米宝大妖姐给抓住身体 一股情欲被激发出来 如果说法力还在 方寒凭借神通还可以抵抗 但是现在 等同于是一个普通人 方寒哪里忍受得住啊 米宝大妖姐虽然以前没碰过男人 但到底修为高深 什么没见过 施展了一种太上容情逆乱天元道 一旦施展出来 就是再坚持的男子也承受不住 方寒一个人承受不住 也抱住了米宝 用力撕扯 竟然把米宝的衣服给撕扯下来 很快两个人就纠缠在了一起 方寒 你可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不过我们都是修行的高手 现在我传授你太上 乳清义乱天元道的心术秘诀 你要和我配合 就可以治疗伤势 恢复寿元 一股玄傲的意念 进入方寒的脑海中 方寒立刻就觉得 自己的一些封印似乎被打开了 一丝的神通流转了出来 元气也进入了米宝大妖姐的体内 一股和自己完全相反的 纯印真经传递过来 和自己身体里的阳刚晶圆 结合在一起 这股巨大的力量 把方寒心灵撞击得连连摇晃 体内的封印开始打开 被损坏的血肉开始修复 身体元气饱满 寿命在飞快地恢复着增长着 并且 他立刻领悟出了 大阴阳术的一些至高道理 把大阴阳术的修炼秘诀 传递了过去 两人在结合之中 力量酝酿着 各种神通交流着 元气彻底结合在了一起 第1153集 修成戒王 米宝体内的庞大元气 彻底洗刷着方寒的身体 而方寒的神通奥义 也传递进了对方的意念中 方寒体内洞天再次运转起来 无数的纯秧丹药开始燃烧 米宝大小姐的眼睛也一下睁开 配合方寒 运气攻来 把自己体内的世界 突然一下和方寒的洞天结合 在双修中开始的最深奥的结合 我修炼的九卿仙纲 乃是度过了雷杰最为精准的仙气 现在帮助你修复伤势 宁愿动天 一起修炼 米宝大小姐语气中充满了爱意 似乎终于选择到了一个如意郎君 九道清气从她口中喷涂出来 她一手勾住方寒的脖子狠狠地吻上来 然后把元气渡入方寒的体内 立刻 方寒体内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她受伤严重 但是和米宝大小姐双修 得到了一位虚仙高手的权力疗伤 恢复得极快 更加上 荒神之池中 各种疗伤丹药 不要本钱似的输送了过来 无数金光 布满她的洞天 诸多三千大道旋转起来 和米宝水乳交融 空间 时间 造物 天位 诸多法则都混淆在一起 而八部浮屠苍生大印 黄泉图 水火双翅 彻底地禁锢在洞天中 跟着一起旋转 这些绝品到弃的世界之力 被彻底释放出来 强行挤压进了洞天金碧系中 上次方寒冲击界王境 把洞天凝炼到了极限 这次 在和米宝双修的过程中 再次冲击 本来要凭空产生世界之力 简直是不可能的 不过 拥有了绝品到气就不一样 绝品到气中 有世界法则 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世界之力 直接汲取过来 强行打入洞天之中 蜕变世界 这是一种霸道的冲击方法 再次冲击 无数纯阳丹药燃烧 诸多绝品到气 甚至度过了雷劫的绝品到气 散发出的世界之力 都强行挤压进方寒的洞天中 他的洞天似乎要开始崩溃 里面一道道空间炸裂 精臂系碎裂 根本承受不了世界之力的挤压 但就在这个时候 米宝出手了 他身体一动 先借钢气进入其中 帮助方寒硬生生的挤压 精臂系每破碎一次就修复一次 把世界之力霸道地融入深处 一次又一次 足足变化了数百次 终于 方寒的洞天开始产生新的变化 洞天之中 无数星光潮水一般的涌动 天上出现了浩瀚的星空 空间时间法则无限延伸 然后一股吹下秋冬的四季之力 浮现在洞天之内 洞天中的五星元气开始分解沉淀 演化成了山川河流 花草树木 甚至是各种元气 金石矿脉 方寒体内的血肉中蕴含的生气 突然和五星元气结合 在这洞天之中 生生地演化出了许多动物 飞鸟 猛虎 巨熊 猿猴等等 奇形怪状的猛兽 好像处于上古洪荒时代 这些猛兽各个都是真的 并不是幻象 这是一个世界开辟的雏形 方寒现在可以随时分出一丝血肉 剥离自身之后 和五星之气结合 化成动物植物 真实不虚 天地一念化 宇宙随我星 元气大造物 世界日日新 方寒的意念 在这洞天中 如上古创世之音律 一枚世界法则种子凝聚成型 在方寒洞天中 一枚巨大的世界法则种子凝聚成型 这枚世界法则种子有一人多高 巨大无比 上面密密麻麻的符文在闪烁着 包含了诸多法则的综合 随意旋转之间 那些法则就产生了强大的世界之力 一股股的法则力量 反馈到洞天的各个地方 最为深处的角落 洞天一阵 其中再次发生了变化 高山怂起 森林密布 日月交替 星辰密密麻麻 大海在平地中诞生 江河海洋湖泊 由于飞禽走兽 甚至是一些原始类似于人类的猿人 出现在了洞天之中 不 这不应该叫做洞天 而是叫做一个世界 真实的世界 现在翻寒的这个世界 本命世界 本命世界 里面的空间不只有多大 几乎是有百万里 当年太阴门掌教至尊 修炼成了自己的世界 拓展开去 最多也就是方圆十八万里 可是现在 方寒的世界足足比它大了十倍 可见方寒的积蓄有多么雄厚 现在一些戒王进高手的世界法则种子 只有拳头大小 就算是神兽白锡 也只有锡果大小 可方寒根本不能够比拟 我的世界终于诞生了 世界结构逐渐地稳定 方寒拓展着自己的世界 在世界扩大到方圆三百六十万里之后 才停止了拓展 这就是极限 如果再扩展 里面的大地山川 和月生灵就要崩溃 重新还原成最本源的世界 世界元气 随后 以后还可以重新组合 不过里面培养的生灵就要遭殃了 终于踏入了戒王境 长生七重 一个里程碑的标志 这个标志的意义 就等于是神通十重金丹一样 是千古小巨人 修道人一旦踏入戒王境 拥有自己的世界 也就真正意义上 踏入了成仙的道理 开创的大能 寿命在疯狂增长着 力量在无休止地提升着 第1154纪 两步相欠 无论是黄泉图 还是八步浮屠 还是炎帝火龙顶 黑帝潮溪帆 无量横沙 苍生大印 都在欢呼雀跃着 本源振动 他们的世界之力 和方寒的世界之力 相互融洽 亲密无间 最深处的进制威力 也得以全部开发出来 用世界本源法则 去催动绝品盗器 才能够发挥出绝品盗器的 真正威力来 戒王境的高手 已经能够炼制绝品盗器了 好舒服啊 这就是戒王境的玄奥 我感到自己 真正成为了世界之主 天地神王 寿命力量 操纵法宝的技巧 演变生灵的手段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中 方寒捏了一下拳头 感觉到自己的寿命 不但完全恢复了 而且到达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一百万 一百万年的寿命 在世俗中 五千年的历史 可以酝酿出一部史诗般的文明 一百万年 可以看沧海桑田 风云变幻 不知多少文明消失 多少文明兴起 刹那之间 方寒领悟了修士长生的道理 在历史的滔滔长河中 任何存在都是一朵浪画 再为绚烂都要消亡的 唯独只有使得自己活得更长 把生命的浪花建起得更久 寿命达到恐怖的一百万年 方寒的力量 也在一兆一兆地增加着 最后停留在了九十九兆的程度 一般的戒王静修士 法力都在一兆到十兆之间 就连白溪这种神兽之王 现在法力也就是在十兆左右 而方寒 却比白溪更加强横了十倍 这种恐怖的晋升 几乎是戒王静的第一人 方寒正沉浸在力量 寿命晋升的过程中 身下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脸盲一看就发现 这位弥宝大小姐身份尊贵的虚仙高手 还被自己压在身下 怎么 终于晋升到戒王静了 想不到 你继续如此雄厚 也有这么多绝品道气 弥宝大小姐看见 方寒从境界中清醒过来 突然一下飞气 身上就多了一件衣服把自己包管得严严实实的 依旧是雍容华贵 高高在上的虚仙 方寒心中微微失望 不过也瞬间稳定住了身形 一下站起来 黄泉兔化为了黄色的衣服 裹在自己身上 一阵变化之后 化为了一尊屹立于世界巅峰的修士 全身的气势更为锋芒凌厉了 好想要撕裂仙界 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 弥宝大小姐 刚刚有了一次陆水之源 风寒还是有一些不自然 好像是经历了一场春梦 弥宝眉梢一栋 你还叫我大小姐 就叫我弥宝好了 还有 我虽然和你有了一场缘分 但现在各不相欠了 你从大斋神尊上救了我一命 我现在也救了你一命 你可别把我当作你的女人 我弥宝还是分宝岩的继承人 九卿太上天的高层 那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还是取宝藏 缥缈之库 已经没用了 神族已经知道了我拥有缥缈令的事情 这宝库十有八九 恐怕已经被神族监察 我现在准备回分宝岩 再做打算 而且在刚刚和你双修之中 我得到你身体之中大阴阳术 大五行术 等诸多三千大道的修炼法门 再次闭关 希望能够突破生死法则 到达真仙之境 在九卿太上天之中的地位 再度提升 你保摇摇头 既然你要回去修炼 我也有事情 不过我这里 有三十三天治宝全部的炼制方法 也一并告诉你 方寒吐出一页金书来 落入米宝的手中 三十三天治宝的炼制方法 我也告诉齐真君了 是因为我求见了他的儿子 他追杀我 我不得以须一尾一 他现在恐怕是凑齐了材料 要开始修炼了 希望米宝你也要注意一下 到时候去抢夺 米宝沉思的 好 难怪在来之前 齐真君见我 想要从我的分宝银之中 购买到一些材料 这的确是一个机会 三十三天治宝 非同小可 一旦炼制成功 就会称霸天地 荣耀诸多亿度空间 这个对于齐真君的吸引力 自然比他的儿子 要重要得多 难怪他不去追杀你 这一套质宝 对于我来说也太重要 我先去收集材料 等到收集成功之后 我们共同炼制 借助宝贝晋升 一刹那产生的 天地异象 得到极大好处 说话之间 米宝大妖且身体一动 空间跳跃 瞬息间 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 看见这位和自己 刚刚有缘分的女子 就这样干脆离去了 方寒心里微微有一些失落 不过转眼见 他再次调整了心态 看着熟悉的玄黄大世界 眉心中一阵闪烁 我终于晋升到了机王境 不过世界之中 还是生灵不多呀 得要多多抓捕一些生灵度化 最好是神祖 域外天魔 各种妖魔 可惜了 那么多天魔全部圣祭 不然的话 先在那儿我的世界中 运转世界 起码我能够再强个三五倍 第1155集 山门异变 方寒一面运转着自己的世界 一面查探世界雏形 发现空荡荡 就如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没有人去防守 想想 被圣祭掉的诸多天魔 他也是觉得可惜 不管了 先回羽化门再说 等待神族大军将领 我在渡化无穷神族战士 方寒纵身而起 朝羽化门飞掠而去 现在 他的玄黄大世界之中 地处偏远的一座山中 离羽化门不知道多少万里 普通的金丹高手 恐怕要飞行数月 不过他现在 可以直接在星际中挪移 也算不了什么 不出几个呼吸事件 羽化门群山 就展现在自己面前了 眼前的情景 让他大吃一惊 眼前的羽化群山 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成千上万的山头 都被一股蛋壳形状的 天幕笼罩 大地板块一动 方寒甚至可以感觉到 大地深处 庞博浩瀚的火源气 各种地煞之气 源源不断地被抽取上来 融入宝库光照中 而羽化天宫 则是彻底敞开了力量 天空之中 无穷的天刚元气 星辰之力 各种潮汐都被汲取下来 也融入了保护光照之中 羽化门的群山中 许许多多的弟子 飞来飞去相互刺杀磨炼着 而在群山之中 有的炼丹 有的炼剑 有的炼制服录 一派繁忙紧张的气息 和以前见到的闲散悠闲的情况 绝对不相同 简直是来了一个大变样 来者何人 接近我羽化门群山 方寒大摇大摆地飞入 并没有隐藏身形 他现在是羽化门的代掌门 地位崇高 和他作对的化天都 都已经被风把雨逐出师门了 自然是衣锦还乡了 不过 就在他接近羽化门群山的时候 从光照中突然飞出几个弟子 面对方寒抱贺 这个月 我羽化门有大事要操办 谢绝一切兵客 道友 请速速回去 什么大事要办啊 我是羽化门代掌门方寒 方寒目光微微一横扫 就发现 这几个弟子 都修炼到了神通秘境 是三重四重的弟子 修为都还算不错 但却都不认识 似乎是最近晋升上来的 不过 方寒对于这个也不稀奇 肯定是风白雨知道大劫将近 开始加速时间 不惜纯阳丹药造就弟子 什么 你 你就是方寒 几个弟子一听 个个都大吃一惊 脸上却显现出了 警惕的神色 嗯 方寒看到几个弟子 戒备的反应 心中一个咯噔 有一些疑惑 要知道 他现在可谓是 威名远波四方 天舞之库夺取宝贝的消息 想必已经传遍了整个玄黄大世界了 人人都知道 羽化门中有方寒这么一号人物 现在 这些弟子看见自己 应该是那头就败 恭贺连连 大拍马屁才是 怎么会直呼其名 而且一脸戒备警惕 莫非是羽化门中出了什么事情 刹那之间 许多念头都在方寒脑海中闪烁出来 他联想到了一千种可能性 你们如此无礼 看待掌门回归羽化门 还不恭贺 大开山门 鲜花洒落 古月齐名 方寒身边的蓝色影子一闪 加兰已经出现 此时加兰已经是动天竟长生三重的人物了 威风淋漓修为压盖全场 你们是什么弟子 先进羽化门的 看来我得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规矩 让我来吧 红衣郡主 贺仙子 星云宝宝 魔女 还有加兰慧的一些小骨干都站了出来 从八步幅度中回到真实世界 一个个不是动天的修为 就是不死之身的修为 到了哪个门派中 都差不多是太上长老一个级别的存在 这么多高手气势汹汹一出来 刚才那几个神通三重钢气镜和四重阴阳镜的弟子 惊骇的一个咯噔 飞快地向光幕中钻了进去 狄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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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弟子一钻入光幕中 还大声喊叫 发出长长的警笛之声 似乎是遭遇到了诡异吧 该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才离开羽化门没有多久 居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兰一个忍不住 双手一抓 一团强烈的风暴在手掌中酝酿着 居然施展出了绝学大混沌神雷 在八步浮渡中修炼 方寒行把自己的一些三千大道 逐一传授给了加兰等人 足足数亿的雷球在加兰掌中爆发 向外旋转 砰的一声 直接撞击在封锁羽化门群山的光幕上 立刻望顾其名 光幕处处都被炸开 差点使得羽化门群山显现出真实的容貌 加兰这一击 以他现在动天境的修为 足可以毁灭千山断送万水 本可以把光幕炸得粉碎 但是在光幕粉碎的那一刹那 一股膨大的力量 从四面靶方虚空中涌来 迅速就把光幕给修复 可恶 加兰准备上去再世 方寒却把手一拦阻止了他的行为 他的眼神之中 闪烁出了一丝灵力 大胆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计 周天仙尊 就在这时 光幕之中出现了许多弟子 簇拥着四个人走了出来 隔着光幕冷冷地看向方寒 居然是万罗 灵霄 这两个人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怎么可能 以他们的自制 永远都无法修炼到长生 成为万古巨头的 加兰看见其中的两个人 吃了一惊 因为这是原来宇化门中和他齐名的南万罗东灵霄 这两个人原本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化天都的 但是化天都被方寒整得生不如死 他们两个人也连连吃亏 直到后来 方寒毁灭 天都蒙 对抗太上长老 图摸大仙 邓傲 还有杀死副掌门 这两人终于见识不妙 隐藏了去 不敢再对抗方寒了 但是现在 两人似乎又得到了什么奇遇 重新抖起来 这两个人 身穿一件中品道气的长袍 修为也居然是不死之身的境界 他们身边站立着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趾高气昂 都是领悟了法则的高手 修炼到了骤光镜的恐怖境界 而他们在身上杀气森森 令人望而生畏 这就是你们羽化门的天才弟子方寒 得到了天舞之库的宝藏 隔着光幕 万罗灵霄两人 陪同的一男一女 看向了外面光幕之外的方寒等人 脸上显现出了冷笑 不错 周师兄 周师姐 这就是想和孟少白师兄 抢夺掌门的方寒 此人穷凶极恶 到处杀人放火 这次回来 百明不安好心 万罗灵霄恶狠狠地看了方寒眼 对身边的一男一女妇 好 少白师弟已经被 玄武姑前辈说为义子 而玄武姑前辈 在看见少白师弟天纵奇才 于是介绍给我大义教 周天先尊为弟子 现在已经被周天先尊竭力栽培 到处突飞猛进 在少白师弟的介绍下 周天先尊已经来到这里 和羽化门高层商谈 对付神族大劫的事情 有了周天先尊和我们大义教的配合 必然能够保得羽化一方平安 当然 少白师弟也会登上羽化门 掌教大卫 那个女子冷冷一笑 似乎是要告诉外面的方寒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她知道丽雅 你就是方寒 我知道你有大器语 甚至夺取到了天舞之苦 但是这都没有用 现在回来得正好 速速把天舞之苦的珍藏 献给我们大义教的周天先尊 否则反手之间把你化成浓血 而且你不要再想与化门掌教大卫 那已经被我孟少白师弟夺取了 快点进来叩头认错 可以饶你一命 那个男子昂头对外面的方寒说 什么 大义教 此时方寒身边的一干人 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 唯独有方寒的心中稍微一思索 已经是雪亮 玄无辜 孟少白 大义教 这三方面联手起来 那事情就有一些玩味了 玄无辜 是圣光帝国玄家的老祖宗 传闻之中修炼到了虚仙境 方寒念头转动 他要对付我 是因为我破坏了 他的天舞之库中 取得宝贝的事情 那这样一来 好手段 这个虚仙真是计谋无双啊 怎么 还不跪下 那个大义教的男子脸色一变 似乎就要发作 方寒一阵大笑 跳梁小丑 别敢搅乱我羽化门 拿命来吧 方寒突然之间身体一阵变化 一掌之剑就撕裂了光木 大手抓将的大义教的两个弟子 和灵霄万罗 与此同时 羽化天宫的深处 羽化三圣 赵神阳王昆仑 五名空三位高手 还有风白雨 羽化门诸多的太上长老 都坐在一起 接待一位尊贵的客人 这位尊贵的客人 身穿一身黑白相间的道袍 这道袍上面似乎笼罩了气数 捷运 过去未来 他是一个中年人 两鬓斑白 但极其儒雅 手指修长 这个中年人的身边 站立着一个白衣少年 正是孟少白 此时 孟少白全身都散发了一股杀戮之气 似乎是大杀戮术凝炼到了极点 也不知道得了什么奇遇 谁也看不清楚他的修为 周天先尊 您所在的大义教 微震诸天万界 远在古老的虚空之中 这次来到我们穷乡僻壤的玄黄大世纪 真是令得我们羽化门蓬壁生辉啊 风白雨一双眼睛旋转着 嘴里却恭维这个周天先尊 这位周天先尊乃是虚仙的修为 这种修为 由不得羽化三圣不尊敬 也没有什么 正好是盛光大帝国的玄无辜 和我是好友 他收了一个义子 想介绍拜我为师 我一看此子的确是天才 于是就收作了徒弟 就这样来到了羽化门 玄黄大世界即将面临一场灾难 神族入侵 这个我是知道的 为了孟少白这个徒弟 我自然要来一趟 为你羽化门抵御灾祸 其实你们羽化门 在仙界也是有根基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 虚仙境界的周天先尊 慢条思理地说着话 很一种高高在上的气势 就好像是世俗中 京城派下的钦差大臣 看着乡下一群土香山一般 的确我们羽化门在仙界 是有根基 可惜这些年 我们和仙界的唯一联系 羽化飞生经 已经失去了感应 一直得不到仙界的符照 也不知道 上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风白雨感慨到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集 虚仙手段 周天先尊点点头 上界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不过渡过神俗大劫 这是一个考验 有我大义教赛 你羽化门绝不会有任何事情 羽化三圣对望一眼 多谢周天先尊的支持 不过 我也是有条件的 少白这个弟子 我十分喜欢 将来必成大器 他的心愿 就是当羽化门的掌门 我听说 你们已经内定了一个 叫做方寒的年轻人 这样 你们就把那个年轻人拘来 让我和他说一说吧 周天先尊目光闪烁 孟少白突然等 师父 这方寒得到了 天舞之库的道统 他拥有荒神之士 里面封印了无数的宝贝 无数的纯阳丹药 正是我们周天洞府所需要的 如果得到了这件宝贝 我们周天洞府 就能够在大义教之中 名列前茅 以后师父更可以修炼到 真仙乃是天仙业位 他此时的心里 已经乐开了花 方寒啊 都是你这小子 树里敌人太多了 居然在夺取天舞之库的 宝贝过程中 杀了圣光帝国的人 玄乌姑那老子为了对付你 居然找到我 认我为义子 又带我拜了大义教的 周天先尊为师 支持我夺取到 羽化门掌教大位 虽然明明知道 玄乌姑是在利用我 但是我却得到了 极大的好处 方寒啊方寒 你大约以为 你真的在 羽化门中可以横行了吧 可是一山 更有一山高呢 孟少白 你继承了上古 无声剑派的道通 学会了大杀戮术 但是你却不知道 大杀戮术 是谁传下来的 是天界的杀戮天君 存在于开天辟地之时的 强大存在 从永生之门中 抢夺到了大杀戮术 混沌潮汐之中 一个全身圣光的人影 站立在孟少白面前 这个人影 就是虚仙 玄无辜 你是谁 孟少白被压迫得动弹不得 脸色惊泥地说 我就是玄无辜 圣光大世界 玄家的老祖宗 现在要收你为义子 传授你无上大法力 而且帮助你对付方寒 夺取到于化门的掌门之位 你现在跟我来吧 我去把你介绍 给我的一位朋友 大义教的周天先尊 他现在缺少一个关门弟子 你学会了大杀戮术 继承杀戮天君的道统 对于他来说也很有价值 他必定会竭力栽培你 经过我的安排 你在于化门之中 必定会风生水起 就算方寒再厉害也没有用 玄无辜一把把孟少白 给抓了去了 咔嚓 这股画面 在自己脑海中猛地碎裂了 回忆起这一切 孟少白脸上更是显出了一种 猙獰的笑 现在我等于是有两个虚线的支持 一个虚无辜在暗处 这周天先尊在明处 方寒回来 会怎么样呢 真是期待呀 就在他脑海中盘算着的时候 轰隆的一声 整个羽化天宫都动摇起来 似乎有人在用神雷轰击 谁 到底是谁 羽化门之中 一些太上长老都站了一起身来 风白雨静静地说 是方寒回来了 周天先尊脸色突然一变 身体消失不见了 羽化三圣脸色也变化了 朝外面飞了过去 此时 方寒大手已经撕裂了光幕 抓向万罗灵霄 还有两个骤光镜的周姓大义教弟子 方寒这一招擒拿 施展的是上苍之手 此刻 他修炼到了戒王境 法力无边神通无敌 上苍之手随意击出 正有老天爷降落下的愤怒的味道 无边精芒稍微一转动 就把这四个人笼罩的任何道数都无法使用 天哪 他怎么会这么厉害 万罗灵霄本以为得到了奇遇 更得到了后台 能够抗衡方寒 但却没料到 方寒的实力远远在他们之上 一爪抓射下来 所有的法力都在跳跃 如同热油遇到了火焰 在体内沸腾起来 转眼之间 灵霄万罗两个人的身体中的毛孔中 就冒出了滚滚火焰 两个人成为了两只火炬 随后血肉干瘪下去 成为了两个皮包骨式的干尸 灵霄万罗 你们两个小蚂蚁一般的东西 当初收拾化天都 我都没有收拾你 实看你们实在太过弱小了 从此安分守起 还可以留你们一条生路 但是你们居然还敢兴风作浪 我就把你们彻底灭杀掉 放寒冷酷的出来 他的上苍之手中 蕴含了天界静火 燃烧法力 已经把灵霄万罗炼化了九成九 凤寒 你这是自己死路 周天先尊的弟子 一男一女怒吼下来 但是他们却也无可奈何 在方寒的法力之下 他们就算用尽了神通 也无法挣扎分好 他们两个人渐渐地缩小 变化成了两个小人 被封印在水晶球体中 就要落入方寒的手掌 住手 小被干尔 就在这时 一股浩瀚的法力 从女化天宫中击射出来 稍微一动 天上的星球都变了颜色 天地旋转模糊一片 好像天地又回到了混沌之中 放寒立刻就赶到了一股极强的力量 朝自己拉扯 像一个莫名的虚空投射过去 虚仙手段 第1158集 老东西 凤海 你好 你很好啊 你嚣张 够嚣张 我知道你厉害 但是却没有料到 你嚣张到了这种程度 你这是自寻死路 孟少白突然一个退身 师父 此人已经不可救药 彻底分魔 速速杀了他 羽化三圣 你们也一起上 小辈 我生平从来没有对一个人动过如此重的怒火 唯独你 周天先尊一步一步地走上前来 周天先尊是彻彻底底地怒了 修炼了虚仙境界 本来氧气的功夫可谓是不动如山的 笑看天地风云变幻 沧海桑田之变幻 但是方寒的语气太恶毒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忍得了的 小辈 我要活生生宰了你 不 不会让你这么痛痛快快地死去 而是要你的灵魂 永久禁锢在火焰之中 接受磨难 让你生不如死 周天先尊并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挥舞双手 立刻天上隆起层层黑云 地下的大地板块在暗中移动 虚空之中的空间开始咔嚓嚓作响 还有铁链哗啦啦的响动 一个绝世封锁的大阵 悄然凝结成形了 这是他为了防止方寒逃跑 而开始展现出天地挪移大神通来 防寒队的一切熟视无睹 老东西 你根本不用封锁四周虚空 我不会逃走 今天 我要把你逐出羽化门 不要在我羽化门中搅风搅雨了 还有 你的两个弟子 就先做你搅乱羽化门 给我赔罪的礼物好了 大普渡树 大傀儡树 给我炼化了 嚣张的声音 从方寒口中传递出来 他抓着的周天仙尊两个 昼光镜弟子 在封印之中 突然发出了痛苦的嘶吼 精神印记在逐一的转化 变成了方寒的傀儡 八部浮屠之中 许多天魔魔神 神族战士都已经圣祭掉 空空荡荡 正需要强大的存在来补充 这两个弟子 祖族比得上上亿普通的天魔了 周心 周贤 我这两大弟子 看见这一幕 周天仙尊这位虚仙境高手眼眶都要裂开了 也不等空间完全封锁 一掌朝方寒批来 大一神拳 刹那之间 方寒身体周围出现了八八六十四只巨大手掌 那手掌呈现出不同的印诀来 组成了一个八卦阵法 把方寒包裹在其中 哼 这点点小本事 也对付得了我 方寒身体随意摇晃 五指化成龙爪 凭空撕裂 世界之力催动苍生大印 上面显现出了几道大地的影子 直接一震 所有的手印全部崩溃 所有的空间封锁也全部都破灭 叔父 世界法则催动绝品倒气 如此如鱼得水 晋升到了戒王镜 拥有世界法则 方寒用世界法则和绝品倒气中的世界之力相互呼应 灵动万分 如果说绝品倒气是一柄大铁锤 那没有晋升到戒王镜之前的方寒 就是一个三岁小孩 挥动大铁锤自身都有危险 更别说去伤害别人 而他现在晋升到了戒王镜 就等于一个三岁孩子 成为了一个武器强横的壮汉 挥舞铁锤自然是杀伤力惊人 苍生大印 在方寒这一下的催动下 刹那之间膨胀变大 又缩小成尘埃 巨大的力量在一掌一缩之间 产生出拉扯之力 把周天先尊的衣服都撕扯得烈烈作响 周天先尊退了一步 脸上显现出惊疑的神色来 你修炼到了戒王镜 刚才施展的是绝品倒气 苍生大印 在数十万年前 无极大世界镇压气运的先起 哼 哪来这么多废话 方寒背后水火双翅扇动 身体刷了一下 就接近了周天先尊 一拳轰击而出 这一拳普普通通 上面却蕴含了大剧毒树 无声无息刚柔并济 鬼秘阴沉 击向周天先尊的后脑勺 小子 碎石万段 周天先尊身体向上一掠 躲过了方寒这一拳 然后如老鹰一般飞扑下来 双手呈现爪式 操纵空间 把方寒再次笼罩在其中 你以为可以破解我的大义神拳 大义神拳乃是上古金仙所创 围困四面八方 在这大义神拳之中 就算把世界浓缩成了微臣 也没有任何作用 等我把你抓住 看看我如何炮制你 好快的速度 方寒心神一动 立刻就感觉到了 这周天先尊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不过他早有心理准备 和虚仙高手对战的经验丰富 土人身体摇晃间 所有的法宝合二为一 大窟窿术 大学窍术 大切割术 大绿令术 诸神创世的经文结合在一起 整个人化为了乌光闪烁的斧头 施展出了鬼斧神功大仙术来 乌光斧头当场一闪 就把周天先尊的大义神拳给破开 更是斩杀到了他的面前 不可 风白雨看见方寒施展出鬼斧神功大仙术来 脸色一动 周天先尊看见鬼斧神功大仙术斩杀过来 脸上也显现出了凝重来 突然身体闪烁一拳 接着一拳狂风咒语一般的轰击在大府之上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集 愤怒 一府一人在高空中战斗着 越升越高 刹那之间 就到达了九天刚风之上 元气铺天盖地地暴走 各种神通到处崩射 羽化门之外的群山处处都开始崩塌 一些山飞下来 无穷的地下水从山脚下 积设上天空 伴随的还有沿江火海 而九天刚风 都似乎被更大的力量取代 转换成了方寒和周天先尊的元气 在天空之中 一些星球被撼动 化为了流星降落下来 方寒怎么变得如此厉害了 居然能够和虚仙抗衡 他也修炼到了戒王境 白宇 你不是说他刚刚修炼到造物经 要领悟天地法则都需要很久吗 而且好恐怖的力量 此时此刻 羽化三圣等一干太上长老都目瞪口呆 看着方寒和周天先尊打得难解难分 一股股毁灭性的力量波动传递下来 羽化三圣都只有催动羽化天空的力量 把群山再次笼罩 免得羽化门的山门根基在争道中被夷为平地 好厉害的手段 居然能够和虚仙前辈周天先尊分庭考虑 赵神阳脸色奇怪 好像在做梦里面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起码是周天先尊奈何不了他 王昆仑脸色苍白 突然长笑了一声 所有羽化门弟子 速速进入羽化天空 免得被力量余波给波及到 就算是万古巨头 一碰到余波 也会粉身碎骨的 难怪方寒会这么嚣张 他居然是有备而来 五明空躲藏进了羽化天空之中 催动这件绝品道器再次浓缩 看清楚了方寒和周天先尊 在极高的九天之上争斗 一人一俯相互碰撞 每一次撞击都摧毁了千百个平行空间 每一次的闪烁都几乎到达了太空中 然后穿梭回来 天上的日月都被打开了一个窟窿 无数火球掉落下来 在大地中燃烧着 这就是须仙高手造成的破坏力 简直是一场灾难 孟少白 你还是不要走 等待方寒和周天先尊交手过后 再说吧 突然之间 风白与一只手按在孟少白的肩膀上 孟少白此刻面如死灰 万万没想到 方寒这样横门 和周天先尊这等人物都直接硬扛 不过他心中还是存在了一丝希望 玄武谷隐藏在暗中 要对付方寒 要是在这交手之中突然出现攻击 把这方寒杀死 那就圆满了 这就是方寒的实力吗 搏杀抗横失先 羽化门的许许多多的太上长老 惊异不已 无法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 是啊 方寒此时的实力 只怕是羽化三胜斗 羽化门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弟子 所有人的心情都复杂无比 他们现在就好像在等待审判日一样 等待着已经战斗到了太空之上的周天先尊和方寒分出胜负了 三位圣人 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要帮助那方寒一把 风白雨突然传递神念 怎么 羽化三胜一愣 随后就听见了风白雨的声音 方寒和方清雪 人黄比都极其交好 毕竟是我羽化门的弟子 那周天先尊 明显是想掌握我羽化门 在大劫之中 得到玄黄大世界诸多宝藏的秘密 靠不住 方寒现在的实力 是可以领袖群伦 这次大劫之中 我们肯定能够度过 也只好这样了 羽化三胜秘密地交流着 一声巨像 法力波动的涟漪传播了出去 把方圆数百里的陨石乱流 全部击碎 所有坚固的陨石都化为了灰烬 一人一抚分开 鬼斧神工大仙树 咔嚓咔嚓变化着 显现出了方寒的实体 而周天先尊则是脸色铁青 站立在漆黑太空中 死死看着方寒 周天先尊 你感觉怎么样 方寒随意一笑 身体中滚滚元气破空降临下来 意气风发 智得意满 刚刚在和周天先尊的对拼中 他催动绝品盗器游刃有余 那种舒畅的感觉 是任何享受都无法比拟 咱们刚才十个呼吸间 交手了三兆七千亿下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战胜我们 小子 不要猖狂 你也就凭借绝品盗器数量多 而且有荒神之势 源源不断提供元气给你 周天先尊眼神闪烁 刚才交手 他已经明白了 自己无法把方寒击败 更别说是秦拿杀死 我有资本猖狂而已 方寒向前踏出一步威风淋漓 你以为你修成了虚仙的境界 就可以稳稳压迫我 实话告诉你 神族的虚仙我都不怕 还怕你呀 而且 你上了玄无辜的当了 你知道 玄无辜要对付我 但是又怕出什么端你 于是把你当作棋子 玄无辜 他利用我 周天先尊一愣 听见方寒的话 脸上显现出了一丝愤怒 我知道了 玄无辜知道你这个小子 诡计多端 绝品盗器非常之多 自知战胜你没有把握 于是拉我下水 既然如此 必须要到玄无辜面前 去说清楚 咱们之间无冤无仇 我大意叫威震 诸天万戒 你把我这两个弟子 释放出来 咱们的事情 一笔勾销 第1160集 废话真多 方还有一种 看白痴的眼光 看着周天先尊 你当我白痴吗 你其实心中也知道 玄无辜在利用你 不过你也希望 控制我羽化门 在神族大劫中得到好处 玄黄大之界的宝藏 是个人都想得到 刚才你是战胜不了我 借机下台而已 这样 弟子我不会还给你的 我的世界出城 正需要强大的胜利 法宝镇压 好不容易得到你两个 昼光镜的弟子 你以为我会轻易放弃吗 年轻人 凡事不要做尽 做得太绝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大约是不知道 我大意叫的实力 周天先尊一双眼睛 闪烁出浓烈的杀机来 不过 他还是没有能够动 我大意叫 行了 你也别说了 大意叫我清楚得很 方寒挥挥手 你们大意叫中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齐真君的人 在分宝岩开了一个叫做 真君楼的商会 我正好告诉你一声 他要还是不拿赎金来赎回 他的儿子 我就要撕票 周天先尊大吃一惊 什么 你绑架了 齐真君的儿子 不错 启明浩 出了见见 你们大意叫的前辈了 方寒手一挥 齐少主 从八步浮屠里面飞出来 双手合十 原来是周天师叔 我现在已经归依主人 得到大欢喜 大快乐 周天师叔 你在苦海中沉沦 速速归依主人吧 主人才是极乐净土 永恒之国度 齐明浩 你变成了这副样子 周天真人气得差点吐血 随后眼神越发 阴冷下来 小子 你知道他母亲是谁吗 我大意叫掌门的女儿 齐明浩是掌门的孙子 你这样对付他 我大意叫掌教之尊 一怒之下 玄黄大世界也没了 是吗 方寒毫不在乎 我这个人呢 就是杀人绑票不及后果 不管是你 还是齐真君 要救回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自己的弟子 都要拿出赎金来 这样 你的两个弟子 你拿出两件绝品盗器来 我就放了他们 怎么样 两件绝品盗器 周天仙尊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 看来 你这是在逼我 我必须得施展出更厉害的手段 把你灭杀 要不然 我大意叫颜面无存 今天 你和羽化门都要毁灭 在说话间 这位虚仙高手更是长笑起来 下面的风白雨 羽化三胜 你们若是先行 擒拿住这不孝之徒 你们的罪果我可以原谅 你们要想清楚了 是否为一个不孝弟子 和我大意叫作对 这番话 传递到了羽化三胜的耳朵里 这三胜脸色又变了变 哪来这么多废话 方寒健壮 突然身体向前猛扑 一掌劈向周天仙尊 这一掌 他再次运用了大剧毒术 不过在掌心中泛起了九股清光 这九股清光 每一股都如星河一般的浩瀚无边 沟通一个神秘的异度空间 周天仙尊本来想反击的 但是一下看见这九股钢器 好像看见鬼一样 九卿太上钢器 你和九卿太上天是什么关系 废话 方寒继续催动着钢器席卷过去 他和弥宝双修 体内的世界中融入了弥宝的本命钢器 而自己的各种神通 祭练出来的本命元器 也输入弥宝的体内 相互融合 倒基本上学会了对方的一些神通 杀 看见仙刚席卷过来 周天仙尊也顾不了许多了 嘴里爆发出杀意 暴鹤间大手一抓 居然施展出了大义教中的厉害的天意擒拿手 一招之下 方寒的钢器就被抵挡住了 翻卷过来 然后他身体突然一下缩小 几个跳跃就接近了方寒身边突然出手 一记手刀朝方寒的脖子斩杀过来 千亿如刀 岁月如刃 这一招施展得实在是太过精妙了 方寒甚至都来不及抵挡 就被抢夺进了身体的保护圈中 可见 周天仙尊施展出了压箱底的本事 这天意擒拿手居然是一门仙术 是大苍穹术大灵魂术配合起来修炼而成 天就是大苍穹术 意就是灵魂 把上苍之手的意境 融入本命灵魂中 就是天意 周天仙尊的手刀 简直是最为厉害的绝品 盗器 一下斩杀而来 方寒的脖子上 寒毛都开始竖起来 这一手刀如果斩杀中了 只怕连世界都要被破坏 轮回之盘 方寒想也不想身体一动 皮肤裂开 周天仙尊手刀斩杀下的地方 飞出了轮回之盘 狠狠撞在周天仙尊手刀之上 两者一个撞击都被崩飞了 周天仙尊在虚空中连连后退 轮回之盘也被收入方寒体内 好一阵转动 这才停止下来 刚刚已平复震荡的元气 周天仙尊人影又消失不见了 只见千百条淡淡的影子 在虚空中穿梭 忽然又皈依 然后对方的手刀晶莹如玉 直接逼迫到方寒的心脏处 居然是防不胜防 必无可避